就像我们得到的 咱们体制内的战友传过来的情报 习近平自从回来 从旧金山回去以后坐卧不安 就坐卧不安 他不是说对美国 对西方国家的反应有什么坐卧不安 就是他没想到新东联邦 爆料革命这一次 在这个时候还能有这么大的声势 在这么严控的情况下 还能发出声音出来 还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然后爆料革命战友还有这么大的信心 是吧 很多外界的以为这还过现在这个MDC 然后咱们这个战友就没信心了 垮了崩了等等的这些 完全不是这样 就这一天他过去是想过会有这么一天 但他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而且也来得这么猛 来得这么直接 零距离 面对面 对面对面 所以让他坐卧不安 他真正的意识到新东联邦 是共产党的最大的威胁 真正的意识到 郭先是共产党的最大的头号的敌人 力量就在这个时候 对就在这个时候展现出来 而且是郭先不在的情况下 依然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所以让他坐卧不安 太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